馬力歐賽車8 360度賽道的新鮮體驗 麥基9號繼承陸客人精神的全新作品 特別企劃 那些壞遊戲將會我們的好事 玩遊戲的孩子不會變壞喔 攻略爆爆 看門口 多人模式 生存交戰守則 遠得要命的王國 初期攻略完全掌握 精彩內容 盡在巴哈姆特電玩瘋 哈囉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康妮 一年一度的美國E3展 在下個禮拜就要登場了 那相信經過這一年時間的醞釀 不論是PS4 還是XBOX ONE 都會在這一次的展覽之中 端出許多重量級的遊戲大作 所以各位玩家之後 就要繼續鎖定我們電玩瘋的後續報導囉 那其實除了美國E3展 還有一個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年度大事 就是日本的東京電玩展 那雖然東京電玩展 它是在9月的時候才會登場 但是現在已經釋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囉 那就是為了拉攏 就是現在越來越重要的獨立遊戲 Sony 就宣布今年呢 他們就會全額贊助所有獨立遊戲廠商的參展費用喔 哇 那其實呢 他們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舉辦過一個叫做 Indie Stream 的活動 然後就是讓所有的獨立遊戲廠商呢 可以彼此的互相交流 那在今年呢 他們就提出了更多實際上的幫助喔 充分的展現了他們對於獨立遊戲的支持 哇 真的很棒 那不管怎麼樣啦 總之看到遊戲界這樣子白花齊放 那受益的也都是玩家們 你說是吧 那本週有哪些已經上市的新遊戲呢 一起來看新Game 報導 在超人之後 每一代任天堂主機 都會推出一款馬力歐賽車 儼然成為傳統 而屬於WiiU的馬力歐賽車吧 主打反重力賽道玩法 讓玩家可以擺脫地心引力 在垂直 甚至是完全翻轉過來的路面上盡情奔馳喔 本作延續七代的主車功能 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車體 輪胎與滑翔翼外觀 而整體的能力值 會依照所選擇的角色與配件來決定 所以仔細研究每一種能力 打造出最強的專屬車體吧 跟前兩代相比 八代還是調整了一些細節 例如起跑加速的部分 只要在倒數數到20 吹油門就可以簡單發動 判定相當寬鬆 不過還是有一個最佳時機點 按得越準 起跑加速的長度就越長喔 可別小看這小小的加速 如果一開始落後 與其他對手擠在一起 很容易捲入道具大混戰 名次比較後面的後段班 因為容易取得 無敵心之類的強力道具 所以競爭可是相當激烈的呢 必須要好好把握每一次的加速機會 盡快把對手甩到後面去喔 除了起跑加速之外 遊戲當中還有三種加速技巧 一個是轉彎時按住R鍵 當後輪冒出藍色或紅色火焰時 再放開就能夠發動過彎加速 第二個是特技加速 當車子衝過跳台之類的地方飛起來的瞬間 同樣按下R鍵 可以獲得一小段加速時間 這樣一點一點累積起來 也是相當可觀喔 第三種 則是要在新的反重力賽道上才能夠使用 平時跑一般路線時 大家都會避開其他車輛與障礙物 以免自己的速度慢下來 但是進入反重力狀態之後則是相反喔 如果你撞上其他的玩家 反而可以加速變快 而路上冒著藍光的加速輪胎 只要沾倒一下 也會有相同的加速效果喔 道具方面最受矚目的新道具 就是可以鎮破藍龜的超級喇叭 平時也可以拿來阻礙對手 真的是攻守兼備喔 不過最強悍的新道具 不過於石人花 除了可以拿來咬掉附近的對手 與障礙物之外 石人花每張嘴咬一次 玩家都可以加速一次 甚至還能夠吃掉其他對手所使用的道具 非常兇猛喔 八代的網路連線部分 一樣能夠隨時與全球玩家進行對戰 並且依據積分高低自動分組 如果有一票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想要一起尬掐 也可以透過好友名單 或者是開啟大會模式 號召網友參賽 在轟轟烈烈的激戰之後 是不是想要再多回味一下呢 這一代每場比賽結束之後 系統會自動幫你剪輯出精彩回顧影片 而進行影片會保存在MKTV模式裡 還可以直接上傳到YouTube 與全世界的馬車迷 一同分享你精湛的技巧 或者是朋友之間的大混戰呢 以聖女與聖靈為故事主軸的格鬥遊戲系列 聖靈之星 新一色美少女角色 就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特色囉 而且還有網絡所有的萌戲設定 要你看得目不暇己 這次PS3與PS VETA版的聖靈之星3 LOVE MAX 保留系列中最大的特色 也就是超高自由度的戰術 大家除了有多達23名角色 能夠選擇操縱之外 各有23種聖靈可以隨意搭配 他們都擁有各自的輔助效果 而且在進入爆發強化的暴氣狀態之後 還能夠發出僅此一次 令對手難以招架的最終王牌必殺技 聖靈之時喔 至於全語音的故事章節後轉 更是粉絲們不容錯過的全新要素 就讓在溫泉裡放鬆身心的聖女們 療癒你激戰之後疲憊的心靈吧 推出了江湖本色 還有心靈殺手的Remedy Entertainment 預計在明年時候就會推出一款 由X-80萬所獨佔的新作品 量子裂痕 那為了配合這次美國的E3仔呢 他也釋出了最新的宣傳影片囉 那這款遊戲呢 他是以時間旅行實驗為主題 之前就以結合真人演出的影片 而吸引了非常多玩家們的注意 那我們這次呢 就可以在他的新的宣傳影片裡面看到 因為實驗失敗而造成時間跟空間崩壞的 特殊戰鬥場面 哇 非常的超現實喔 那到底怎麼樣我們才能打倒 跟我們擁有相同能力的邪惡勢力呢 大家記得鎖定我們後續的報導囉 那本週還要拿一些未上市的遊戲情報呢 一起來看《航艦預報》 還記得陸客人系列支付 道船淨2曾經在募資網站 《Kickstarter》為新作品 《麥提9號》募集開發資金嗎 充滿《洛科人》系列靈魂與影子的 《麥提9號》 號稱能夠讓玩家決定部分遊戲內容 從集資開始就提供增加各種遊戲物件的回報機制 也常舉辦角色設定的票選 並且透過社群網站與粉絲們交流意見 就在最近這樣如火如荼的開發階段 新發表了一段透露更多遊戲細節的關卡試玩影片囉 新影片公開了《麥提2號》與《麥提5號》的關卡 以及頭目樣貌 比起上次發表的影片 這次畫面更加的細緻漂亮 也變得比較卡通風格 流暢的動作特效與關卡配置 都讓人感覺完成度更高了 之前《擊破敵人》時會出現的 Good或Great字樣 也變為少見的70% 100%等數字 許許多多的變化更令人好奇 《麥提9號》將會帶來什麼有趣的新玩法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等不及到2015年的發雙人呢 特別企劃 那些壞遊戲將會我們的好事 玩遊戲的孩子不會變壞喔 一直以來呢 玩遊戲這件事情 在社會大眾的眼中呢 通常都是偏向比較負面的觀感 所以呢 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是 偷偷摸摸的玩遊戲 因為遊戲長大的對不對 那之前呢 玩遊戲的小孩到底會不會變壞這個話題呢 也因為我們台灣就是發生了一件 震驚社會大眾的事件 而又再度的被拿出來討論了 其實啊就是很多遊戲 像是俠盜獵車手這樣的遊戲呢 就是標榜玩家們可以在遊戲中就是 做很多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做的事情 然後在遊戲中呢得到一個紓壓 然後一個解放對不對 其實呢這樣子也是和我們看很多電影差不多啊 那其實呢玩遊戲玩到後來就會發現 咦不單單只是發現喔 它背後其實還有很多特殊的含義喔 那到底是哪些含義呢 話不多說 來 再來看我們本週的特別企劃 因為最近的社會事件使得電玩一夕之間 又成為最火熱的話題 連英雄聯盟 神魔之塔和遊戲王 這些和暴力一點都扯不上電的作品 也成為新聞媒體所注目的焦點 玩遊戲的小孩會變壞 在社會風氣與媒體長期的渲染之下 似乎成了一般社會大眾的共識 只不過電玩真的是引誘人們犯罪 埋下社會不安的不穩定因子嗎 今天電玩瘋要帶大家來看看 幾款具有代表性的壞遊戲 瞧瞧他們是不是只顧著賣弄暴力血腥 而沒有任何的叫化意義呢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榮譽勳章》 反攻諾曼蒂 描述二次大戰時期 玩家扮演的士兵 在戰場上英勇奮戰的故事 乍看之下好像是在緬懷戰爭的美好 不過只要仔細觀看劇情的話 不難發現 他其實一直在提醒大家 戰爭殘酷的那一面喔 像是D-Day這一關 一開始在登陸艇上準備搶灘時 周圍不少士兵就緊張到吐了 每個人的臉上都不是英勇軍人該有的表情 而是充滿了不安 而在炮火隆隆下 周邊登陸挺上的士兵 甚至連陸地都還沒踏到 就被炮火炸飛 全數陣亡 而我們上岸之後 更是要面對機槍無情的掃射 隨時都有生命如生的消逝 但大家還是只能夠硬著頭皮往前衝 以肉身抵擋子彈 讓後方的隊友繼續推進 如此殘酷的場面 讓人清楚的感受到 製作團隊不是在傳達戰爭的美好 而是在提醒我們 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如此荒謬的事件 未來人類難道還要重蹈覆轍嗎 接下來要介紹的作品名氣就更大囉 那就是每次新作品上市 都會登上社會新聞的犯罪遊戲 《俠盜列車手》 在這一系列當中 玩家要扮演的 往往都是社會最低階的邊緣人 為了成就一番事業 而冒險替黑道教室 偷竊 搶劫 殺人樣樣來 遊戲當中種種犯罪行為 每每成為新聞媒體所指責的焦點 認為這款遊戲是不折不扣 專門培養犯罪者的暴力電玩 不過真的是如此嗎 實際進入遊玩的話就會發現 不管做什麼壞事 玩家們都會遭到警察的追捕 走在街道上都要戰戰兢兢的 就怕引起警察的注意 甚至不管你木桃的本事有多高 壞事做盡的主角們 在故事的最後 還是會遭到同事黑道的人所追殺 結果就是在民在暗都難以生存 無法善終 從頭到尾都在犯罪的俠盜列車手 在最後還是要告訴大家 開樓不堅強喔 讓許多人沉迷不已的線上遊戲 同樣也是受到許多家長的責難 不過如果能夠好好的控管時間 那反而是增加自我價值的好機會喔 在美國就有知名的大企業 因為面試者是魔獸世界的團隊隊長 擁有可以適時激勵隊伍的能力 還能夠從錯誤當中學習成長 進而打倒強敵的經驗 而將它錄取 這樣的例子告訴我們 遊戲如果玩得好 反而會為你的生活加分喔 看到這些 玩家們是不是對遊戲 有更多不同的認識了呢 許多作品雖然都標榜暴力和血腥 讓玩家發洩生活當中的壓力 不過在另外一方面 他們卻也不停的在告訴我們 做壞事可是沒有好下場的喔 不許有些家長 還是會認為這些遊戲 對於未成年的孩子影響太大 不可否認 有些作品在暴力尺度的掌握上 的確有些太超過 不過就像電影漫畫都有分級一樣 正常的成年人 都可以輕易地分辨出現實 和虛擬的差異 而且台灣遊戲的分級 比起其他國家來說 其實已經嚴禁許多了 所以問題 反而是未成年的孩子 原本就不應該玩到 封面上打著十八進的遊戲才是喔 就如同電視電影 小說漫畫一樣 遊戲只是眾多的娛樂其中一種 玩遊戲的孩子真的不會變壞 追根究底 關心和愛才是孩子們最需要的 或許家長們多花一點時間 關心一下他們在玩些什麼 甚至是多陪陪孩子 和他們聊聊內心真實的感受 才是解決電玩成癮 脫離社會常軌的根本之道 攻略爆爆看門狗 多人模式生存交戰守則 遠的要命的王國 初期攻略完全掌握 萬眾矚目的開放式動作遊戲大作 看門狗 終於在上個禮拜 推出了英文版了 而在上個禮拜呢 我們電玩瘋也為大家做了一個簡單的 初期的介紹 其實這款遊戲有很大一部分的樂趣呢 就是在於它多人連線的線上模式 而今天電玩瘋的全新首播單元 攻略爆爆呢 就要為各位玩家介紹如何呢 在這個線上模式的重重關卡裡面 自保求生 徹底的享受看門狗的樂趣呀 而攻略爆爆這個單元呢 在之後也會為大家陸陸續續的介紹 很多熱門遊戲的重點攻略喔 讓大家可以就是從新手變成老手 然後快速的進入遊戲的世界 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本週的攻略爆爆 上週電玩瘋為玩家們 簡介了開門狗的基礎系統和初期攻略 而這個禮拜 就要進入開門狗遊戲當中最精華的部分 也就是要傳授給玩家們 最需要心機的多人模式攻略技巧囉 在遊戲裡製作團隊試圖用各種方式 將未來的芝加哥打造成一個各路高手 透過網路連線 進行耳魚我炸 泰克對決的高科技戰場 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正是將單人劇情與多人模式 以無接縫方式銜接的設計 如果你想要進入多人模式 打開主角艾登的手機 便能夠立刻參加線上戰局 但相對的若是以連線狀態進行遊戲 就有著被其他玩家入侵的可能 所以記得保持警覺喔 與單人的技能數不同 開門狗的多人模式 有獨自的經驗值和升級系統 像是能夠提高艾登對車輛的攻擊能力 增長賽車氮氣加速的時間等強力的技能 不過這些升級項目 只能夠透過多人模式來取得 而玩家們在連線當中的對決 就是以升級所需的線上經驗值作為賭注 多人模式公分為 駭客 跟肩 競速和資料解密四種類型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 也是最常出現的入侵方式 就是駭客對決 在這個模式裡 入侵和被入侵的雙方玩家 就會就地展開一場賭命躲貓貓 入侵方的目標是要利用木馬程式 保持在對手附近一定範圍內 下載對方的手機資料 而被入侵的玩家 則是要在資料被完全偷走之前 想辦法利用手機的辨識功能 找出並擊殺資料小偷 由於雙方開戰之後 在敵人的眼中變成隨機的NPC外表 所以想要成功騙過對方 看是要假裝正在散步 還是買報紙都行 總之不要被看出來就對囉 不過萬一對戰的地點 正好是人煙稀少的空地 或者是玩家不小心做出像是跑步 蹲下等玩家角色才會有的動作 那就很容易被抓包囉 所以小嫻建議玩家最好的方式 就是仔細觀察地形 多找找具有高低差的地點 甚至是躲在熄火的車子裡 利用敵方的視覺死角 還比較保險喔 記得喔 裝不如躲 這句話就是入侵者的要訣囉 當然被入侵的玩家就要反其道而行 善家利用高處的監視器檢查四周行人 或者是到人群當中開槍下走路人 看看每個人的動作 也是一個不錯的分辨方式喔 而同樣的技巧也能套用在另外一種 不動手指跟肩的監視玩法上喔 至於像極樂電影《玩命快遞》的競速模式 則要兩名玩家的其中一位扮演追氣方 設法動用所有的警力 包括沿路的直升機、警車、交通耗制和路障等CTOS功能 全力阻礙另外一名扮演《亡命駕駛》的玩家 在十線之內抵達終點 而能否將駕駛逼近死角 或者是在天羅地網當中 找到沒有機關的小縫隙逃出三天 除了臨危不亂的判斷力之外 就全看雙方玩家平常有沒有多慌慌芝加哥 提高地圖的熟悉度囉 說到高超的駕駛技巧 在最後一種讓三至八名玩家分為兩隊 以搶桌機密資料為目標的資料解密模式中 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喔 資料解密模式獲勝的條件 就是比比看哪一邊在解密程度 到達百分之百時拿著機密資料 特別的是只要距離夠近 即使不達到對手也可以用隔空駭取的方式 偷走資料 所以玩家們不妨招招有車斗的小貨塔 讓持有資料的同伴上車躲在裡面 利用機動性和速度來拖延對手 換取解密資料的時間 也會是一個很有效的戰術喔 經過了這次的介紹 大家是不是對線上多人的駭客戰爭更加有信心了呢 好好運用你的心機 稱霸芝加哥吧 已經推出一段時間的遠得要命的王國喔 玩家們是否已經建立起自己的英雄王國 還是對遊戲一知半解呢 今天電玩瘋就要提供給想加入這個 可愛像素王國的玩家們一些實用的建議 讓大家都能夠組成最佳隊伍 一步步推進關卡副本喔 首先第一個問題自然就是首抽的抉擇啦 因為遊戲當中的副本依靠的就是 彈腐輸出這種標準的隊伍合作模式 因此首抽選擇強力的戰士開局 再搭配攻擊輸出的好友會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有強力的好友在一開始絕對可以事半功倍 另外因為英雄不能夠使用超過本身星級的裝備 所以最佳的選擇當然就是可以使用最強裝備的五星英雄了 但如果一直抽不到的話 也有一些強力的四星英雄 例如公本武藏、補丁兔這些角色也是滿適合開局的喔 即使首抽沒有挑到好的英雄也不用灰心 在遊戲當中還是有機會可以在酒館裡 招募到五星的稀有英雄 只要搭配上好的裝備 一樣可以有出色的表現喔 所以如果酒館當中出現了像卡拉瑟這樣擁有法力全員技能 或是路易斯這樣擁有雙重魔法等重要技能的英雄 玩家們可千萬不要錯過囉 而在招募更多英雄組成最佳隊伍之前 首要任務就是要擁有充足的金幣 而遊戲初期獲取金幣的方法就是派遣英雄前往地城打怪 所以一開始要做的就是盡量開啟更多的地城 以及建造更多的建築物讓英雄們居住 平時可以選擇不用花錢的怪物來戰鬥 藉此累積經驗值和金幣 不過當地城出現特殊怪物時 就一定要把握機會 因為獲得的獎勵可都是相當豐厚的喔 而在巡視地城時 要是看到英雄頭上出現劍的符號 也記得順便點一下 這樣可以稍微加快打怪的速度喔 另外派遣去地城的英雄 最好是三種職業都有 這樣才會有最高的暴擊率提高打怪速度喔 而要通過副本易關關的挑戰 光有強力的英雄是不夠的 記得把通過前期關卡時所獲得的裝備 給英雄們穿戴上去 初期即使沒有套裝加成也沒關係 只要替換星級更高的裝備 就能夠快速地提升戰鬥能力喔 當副本的主力英雄裝備換得差不多之後 就會多出許多額外裝備 這些裝備給其他不執行副本的英雄佩戴 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將它們賣掉也是一個不錯的金幣來源喔 這樣的話就可以更快地開啟地城 並且建造更多的房屋 或是保留15到20萬的金幣 當酒館出現理想的英雄時 就可以直接招募進來提升隊伍的實力囉 而英雄的挑選也跟首抽一樣 重點就是判斷英雄的星級、技能、等級上限 以及目前隊伍欠缺的類型來決定 當然也記得培養一些後補人員 隨著副本的難度越高 就更需要依照怪物的特性 來調整隊伍的型態囉 另外進行副本的英雄會依照本身的地城屬性 獲得主屬性的加成 因此有些英雄在特定屬性的地城 會有比較好的表現喔 而在副本戰鬥時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僧侶的治療量夠不夠恢復坦克受到的傷害 接著是注意攻擊力夠不夠 在BOSS狂暴之前將它擊倒 而技能施放的時候 則要避開BOSS身上施放護盾的時間 不然可是會白白浪費技能泡泡的喔 雖然介紹了這麼多 不過遊戲裡還是有許多技巧攻略還沒有提到 想要專研更深入的玩家 都可以到巴哈姆特的討論版中 和大家交流彼此的心得喔 想要來一款挑戰極速反應 需要全神貫注的遊戲嗎 來試試這款風格酷炫的閃避遊戲 DEX TRIX 吧 操作相當簡單 壓著螢幕左右其中一側 兩個小方塊就會移動到該側來閃避障礙 而兩側一起壓的時候 方塊則會分開閃避中間的障礙物 隨著時間過去關卡的速度將會越來越快 充分挑戰玩家的反應與專注力 一起來努力突破自己的紀錄吧 還記得電影《六指情魔中》 林青霞波談天魔情旋 以一擋擺的經典場面嗎 這款以此為題材的獨立遊戲 天魔情 就能夠讓你體會有如電影當中 啃掃武林大軍的爽快體驗 玩家要波談情旋上的三種魔法元素 來攻擊敵兵 將元素加疊在一起 能夠變成更強大的攻擊 隨著關卡進展還能夠獲得三弦琴 也能夠不斷的加強魔法威力 大時候就能夠像《六指情魔》一樣 輕鬆爽快的橫掃敵兵囉 知名的屋裡頭丟接棒球遊戲 吉田 vs 古田系列 推出了第三款作品 吉田 vs 古田 3D 從名稱上來看 就知道從過去的2D玩法變成3D 讓關卡有了更不同的變化 玩家要使用投手吉田丟出棒球 只要球能夠碰到捕手古田就算過關 不過中間可是會有許多無裡頭又複雜的障礙等著玩家喔 或者是一個關卡當中只有一次丟中古田的機會 要是眼界苗頭不對 還是傳來比較快喔 大受好評的射擊遊戲《Overkill》系列 推出了新作品《Overkill Mafia》 這次改以黑手黨家族火拼為題材 並且使用黑白漫畫的手法來呈現 戲劇感十足 遊戲當中一樣保有《Overkill》系列的特色 有各式各樣的經典槍枝與裝備可以使用與強化 購買輔助道具的話會讓你過關更輕鬆 關卡當中也會隨機出現各種道具 擊中道具就能夠馬上啟用 像這樣還可以落兄弟一起來火拼喔 《Ben 10 終極英雄 Plus》是由知名動畫 《Ben 10 改編的回合戰鬥遊戲》 玩家要扮演主角田小斑 變成各式各樣的外星英雄保衛地球 戰鬥方式是使用拉拔的方式來決定這一回合的行動 看起來好像是靠運氣 但是對手的行動一開始會有提示 記住對方的行動順序之後 再盡量選到相應的招式 決定好像是防禦、攻擊或是各種專屬技能 就能夠輕鬆擊敗對手囉 英文Granny Smith 指的是澳洲青蘋果 那怎麼會跟一個阿嬤有關係呢 因為這正是一款以培育出青蘋果的史密斯老奶奶 為題材的跑酷遊戲喔 熱愛青蘋果的老奶奶 要用溜冰跟小偷一較高下 看誰能夠先搶到蘋果 遊戲當中只需要做出跳躍 以及勾住繩索兩個動作 獲得的金幣可以購買道具 來阻礙小偷奪得先機 刺激的滑道以及幽默又滑稽的演出 讓人忍不住想要觀賞重播畫面一玩再玩喔 Bomba 是一款由巴西平面設計師跨界製作的 單輪車雜耍遊戲 風格感覺會寫輕鬆 但玩起來可是非常有挑戰性以及需要技巧喔 玩家只需要輕點螢幕一下 胡子大叔就會自動前進 而再點一下就是後退 必須要小心翼翼的控制來躲避障礙物 維持到最後一刻 努力撐過畫面右上的倒數時間就算過關 不小心被半倒或是摔出去的話就前功盡其囉 隨著新版哥吉拉的電影上映 由官方授權開發的消除方塊遊戲 哥吉拉 Smash 3 也同步上市囉 玩家將要扮演哥吉拉 在都市裡大搞破壞 才會對上其他的怪獸呢 只要鄰近有三個以上相同方塊 就可以一口氣連線消除 每種方塊也有不同的效果 像是紅色可以補血 而核能方塊則可以累積 比滿時就能夠使用哥吉拉的大絕招 核能吐息 充滿魄力的擊倒對手囉 《Bill Kill Him》是一款像素風格的橫軸動作遊戲 故事描述一位叫做《Bill》的電影明星大叔 為了拯救世界而拿起各種武器對抗外星人 有趣的是《Bill Kill Him》的關卡 是永無止境沒有終點的喔 可以不斷的瘋狂奔跑下去 但是時間有限 必須要吃到延長時間的道具 才能夠繼續前進 不然時間一到就會從頭開始喔 下個禮拜就是一年一度的E3電玩展 電玩瘋將要為大家送上最新鮮火熱的展覽情報 玩家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要是你喜歡我們介紹的內容 請記得在YouTube中訂閱我們的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失每個禮拜的精彩節目 也能夠在第一時間看到最熱騰騰的遊戲新作介紹囉 巴哈姆特的電玩瘋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Bye